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还在睡呢 看你起不起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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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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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的感受 比起你突然不再来图书馆那几天 更糟糕一点 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等 所有事情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宅了一周多了 今天傍晚去了趟小溪街 这里很安静 心静也平缓了许多 小巷里没什么人 我想在那个石头路上骑车 这里真的很美 你能一起就好 我行 宿舍谁养猫呢 喂 来主楼速度 干什么啊 哎呀你快来吧 毕业季学校里一下冒出好多人 都穿着学士服 但我还是一眼看到了你 还叫了你的名字 林希文 当你回头一脸茫然地看下我 我才意识到 你完完全全不认识 我也一下子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最后一次的遇见 就这样匆匆结束 毕业快乐林希文 希望你的未来 有很多朋友相待 不会觉得孤单 放个暑假了 门朗家想要无火 我就干脆人上 顺便找了个暑假工 我每天都要做好多杯奶茶 撩散沸腾 最难过的是 小猫林希文丢了 我找了一整晚都没有找到 第二天闹钟没响 就被生物中叫醒 但我一点工作的心思都没有 小猫突然地发跌 就像你一样 睡醒了 你接着睡 我瞧地上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看看你老人家还健在吗 今天马雨腾回来了 说是在家待着没意思 跟他出去打了会儿游戏 旁边就是小溪街 真没想到 我有一天在这骑车 在的居然是这家 还全程叨叨叨叨 把我想象的墙里全都 刚刚好 你让我下车 什么意思 下车 你真走啊黑男 黑男 小猫走失之后 我回了趟老家 休整了一段时间 但心情还是很长 认识你也是这样的感觉 来不及相处就结束了 我常常想起 跟小猫一起的场景 之前给你写信的时候 他也总是捣乱 在键盘上踩一堆乱 借球 算了你别打 怎么啦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陪你坐一会儿 一黄眼四年就过去了 还有点不习惯 你有啥不习惯的呀 你趁着现在有时间 谈个正常的恋爱 我们还没毕业 往前冲一冲呀 你除了说这些 你还能说什么 你能不能给我说点其他的 林熙文啊林熙文 你真的回到我身边了 你要是真的灵熙文 你就给我瞄一声 被人找到我身边的 你能不能给你 第一次 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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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